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这首正气歌是由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所作 以表达他对国家的忠诚 当时适逢战乱 他率兵保卫国家 却因兵败而被蒙古军俘虏 但是无论文天祥受到多少威逼利诱 他都坚持不投降 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天祥的故事吧 父亲 这些人是谁呢 这是我们乡里出的忠臣 他们为国为民的精神 受到许多人的崇拜 哇 我也要像他们一样 好 自此以后 文天祥跟在父亲身边努力学习 立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乌 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礼宗保佑四年 嗯 好 这个人不但文章写得好 而且忠心耿耿 就决定他为第一名了 快看快看 新科壮元 宣 壮元文天祥进殿 臣文天祥必当忠心卫国 不辜负皇上的期望 很好 宋礼宗开庆文明 蒙古军向南侵略震惊全国 皇帝只好出兵 抵御蒙古兵的侵袭 怎么办 皇上 在这危急 存亡的时刻 为了国家的安全 不迁都吧 皇上 万万不可 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迁都 会影响民心和军心 请皇上三思 哎呀 两位清侠说的都有道理 可是 哎呀 皇上 蒙古军队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皇上 董宋臣扰乱军心 请皇上诛杀这奸臣 以鼓舞迷心士气 哎呀 魏臣都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他们愿望魏臣啊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了啊 董宋臣一片忠心 你们就不要为难他吧 哎哎哎哎 与其看着奸臣 继续待在皇上身边 我还不如回乡下去吧 哎 文清家 你别走啊 不如这样吧 朕派你去管理地方上的事情 相信你可以胜任的 嘿嘿嘿 于是 文天祥从中央官职 转任地方官 他任职地方官期间 将当地管理的很好 深受百姓爱戴 出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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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是国家最危急的时刻 先帝刚刚去世 新皇帝又年幼 蒙古大军趁这个时候攻打过来 各位大臣都束手无策 现在太后下诏书招募 治世救国 我一定要帮忙 来人啊 你们立即卖了 我在家乡的土地 以作军费 还有贴出告示 招募愿意保卫国家的勇士 许多英雄豪杰和老百姓 一听到招募消息 纷纷前来投效 南宋端宗景言二年 哼哼 宋国已经被我们逼到南边 看来是无法抵抗了 但如果不除掉文天祥 和张世杰这两个宋国忠臣 我就难以放心 必须斩草除根 在蒙古兵马列的攻势下 原本亲手广东的文天祥 最终广不敌动 兵败被俘 张世杰和陆秀夫 保护年幼的皇帝离开 威王之时 张世杰 陆秀夫等忠臣 拼命守护着年幼的皇帝 向南方撤退 蒙古军穷追不舍 一直追到崖山 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新会这一带 退到崖山的南宋 最终还是敌不过强大的 蒙古军队战败灭亡 遭敌人俘虏的文天祥 则被押送往蒙古的守护 原始祖忽必烈 欣赏文天祥的才能 胆识和忠贞 很希望他能投降 南宋灭亡后 这么久了 文天祥还不投降吗 哎 皇上 文天祥这个人对宋朝忠心耿耿啊 我们把他当成贵宾宴请他 他竟然整晚不吃不喝 拿他的家人来威胁 他也无动于衷 只要是坐着 他都坚持面向南方 因为那是宋朝国土的方向 哎 真是非常固执啊 你还是投降吧 忽必烈皇帝说了 可以让你做他的宰相呀 给我滚 没想到竟然都被文天祥骂了回来 真是非常固执啊 文天祥这个人 不止忠心耿耿 学识也非常渊博 连朕都非常敬佩他 如果他能为我所用 大元帝国一定会更加强盛 哎 可惜啊 他真的太固执了 既然不投降 也不能够继续留着他了 来人 醒醒 南宋灭亡后 文天祥虽然被处决 但是他保家卫国的精神 却流传了下来 就如同他家乡的中邪一样 文天祥也永垂青史 受人景仰 现在香港古迹宋王台 旧址曾经是南宋大臣张世杰和陆秀夫等人 保护皇帝躲避蒙古军的地方 他们曾逃到现今九龙 马头冲一带 后人距此而克时渐远 以作纪念 辛苦遭逢起意经 干戈缭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平 惶恐滩头说惶恐 灵丁阳里叹灵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